倒閉上頭是南省過了40歲以後 普遍會出現的這些問題 剛才是體驗漸漸的比外之外 比起白痴不好連代性功能 後面也開始有了變化 那我們第一個想到如果說到男性健康 我們都會想到包括性功能方面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在問卷裡面有提到 如果你有注意到說你最近的一個性欲 有變得比較低 或者是你的勃起的一個硬度勃起的功能 好像慢慢的有出現一些問題 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表徵 兩個表徵這樣 肥胖有些人肥胖其實除了是一些飲食運動之外 其實有些男性中年之後 怎麼發覺腰圍越來越大 然後就是說他的身材就越來越中廣 就是說體態一直在變越變越浮態這樣子 其實後面其實都是搞固筒在作怪 今天中心比了外科吃困難 意思表示南省出現的這些政策跟搞固筒在下有關 雖然不會做新的身體會痛痛 但是平均比壞的體型改變 有太太就因為這樣帶著男生來看進 多人其實都忽略有這個問題 那主要他的問題在於說他表現的太多樣化了 有可能一個簡單的一個肥胖 或者是男性啊 性功能這方面問題或情緒不穩的這些問題 甚至一些糖尿病高血壓跟搞固筒低下都有相關連性這樣 那自我的評估完之後 如果有符合可以進一步過來抽個血 證實搞固筒的確低下的話 那可能加上一些藥物的一些使用 不管增劑啊 塗抹這一些 家庫童低下代保温是發生在中年南省 不可出現在競爭跟體質有關 這裏競爭可以說情緒是南省的經驗期 雖然不太太相信的性命危險 但是對阿母的性生活和家庭關係有可能的影響 千萬不能來得票到就醫 經過的檢查配合業務可以待後來改善 南省新聞 大家欣賞英空彩方報道 按摩 臘 八 八 七 七